好在我们现在骨架都绑完了嘛 在这在我们动态都经由我们的骨头去检查都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就要进入调动作吗 没有我们这里还在做一件事情 特别是这个部分特别是针对控制器 好我们将切到面板切到 i transform 的模式 我们这里会发现rotation 他这里的模式是quaterian wxyz 这个模式其实是blender的预设 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模式可以选择 那其实我们在调动作的时候其实用 Euler模式其实是比较适合我们调动作的 因为在我们之后调动作之后 我们会用到curve editor 它会针对xyz轴显示curve 可是quaterian这个模式 它是用xyz然后向量的方式 然后再告诉它旋转的数值 这样的话其实会对我们之后 调curve比较没那么直觉 但是其实quaterian还是有它的优点 像它其实它不会有gimbal lock的问题 像动画集团都会有一个gimbal 这里的话大家不用了解那么深入 其实大家使用的时候知道说 我们要对我们的控制器的部分 我们把它都打开 我们对我们控制器的部分 我们尽量都让它用curve 用Euler的模式去调动画 当然至于有些像中间的骨头 像是中间stretchbone的这种骨头 我们其实就不需要去改它的旋转模式 因为其实这个模式其实不会有gimbal lock问题 所以现在在这之前我们先把我们需要调整的部分 尤其是要旋转的骨头 特别是需要调整 不过这里我们当然是统一 我们都一并调整 所以像这里我们bone layer 我们的mch的骨头 其实就是针对我们中间 之前会分一个这个的layer 其实就是这些骨头其实不是我们需要拿来控制的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把它锁起来 关起来 所以接下来剩下的骨头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全部一并选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这里 它这里Uler我们这里要更改的话 我们必须一个一个改 我们有一个快速的方式 全部选起来 全部选起来 然后Ctrl R 它这里就可以Set Rotation Mode 像以我们这个角色比较简单 我们这里就直接同意使用 XYZUler 好这样的话我们选到骨头都切换到 XYZUler这个模式 好这个是我们调动作前 为了我们调Curve方便 比较容易调Curve调动态 所以我们调到这个模式 再来呢我们很多骨头 其实它有些轴向 其实根本不会有动态 像像是我们这 头头发的这个旋转Rotation 控制整个头发旋转 其实它这里我们根本不会移动到它的位移 因为它位移已经被我们的Stretch绑定了 就像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的Location缩起来 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之后调动作的时候的一些影响 好像这里我们身体的这个我们基本上 Scale是全身嘛 我们这里基本上我们没有要调这里的动态 我们可以锁起来 所以锁起来的定义其实就是看我们需要 不需要用到的部分我们可以锁起来 可以减少我们之后在调Curve的时候 因为你的影响 这样我们可以简化我们所使用的状态 像眼睛我们基本上就是拿来看左看右 所以基本上只有位移旋转缩放都没有 身体 目前以我们未来要做loop的动画 也不会用到Gail 这里Rotation也暂时先锁起来 这里就是针对我们所要使用的动 状态来调整我们的控制器 嘴巴我们目前 目前没有想 他这里其实可能我们做一点点说法 好像在讲话 对 眼睛的Rotation 眼皮的Rotation 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打开 没有观察 眼睛 我们Rotation 但这里我已经有锁定了 我基本上只要让他做X跟Y的轴向 而这里像是我们这里我们可以也是一样 我们用Constraint的方式限制他旋转的 的量 像我们Rotate 往上 像这个 我们Local的模式 X 我们这里像我最大 挺多开到45度 我们往下B 最多到-45度 像我们这样的话 Constraint 我们就可以Rotation Constraint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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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ation 这样我们再 针对X轴 我们就 最小值-45到正45度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 到这里改成Local Local Local Space 这样我们后旋转 就会有一个极限值 我们先把Y锁起来 Rotation 这样我们就 不会说我们卷转角度超过我们 所要的部分 好我们的Y Y 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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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我们来看看 基本上我们顶多写 正四处 负四处 我们也不会转到眼皮 变斜了嘛 所以我们这里左右 我把 设定 各正-30 Y 正-30 -30 到正-30 这样我们就可以限制它 的旋转走向 所以我们针对X 正45 -45 然后我们这里Z 直接锁起来的话 我们就算这里Z打开 这里它也不会作用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眼睛 的 Constraint 也都 做上去 好 至于其他的眼皮 我们也一并把它做掉 一样是 Limit Rotation XYZ X 我们就给它 -45 正-45 -30 正-30 然后 在Local Space Copy Limit Rotation -45 正-45 -45 -30 正-30 Local Limit Rotation Local Space -45 正-45 正-45 -30 -30 正-30 好 我们现在这里 当然我们不需要Z的轴向 我们就 就直接锁起来 Scale值 我们也就直接锁起来 Rotation 我们这里就 绑定好 这样我们就不会 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走向出现 至于像头发的部分 我们也是可以把Rotation锁起来 不过这里 我们就先不锁 像 也可以我们针对他的位移 因为头发 我们这里有一点位移 我们也可以设定他位移的量 范围 限制起来 这样才不会有一些动画 当然这个部分也是 跟我们之后调动画有关 好 像这样的话 我们把我们的Rotation的模式 Mode改好 跟我们控制器所要的限制 也设定好后 我们的股价才算是完整一个段落 这样 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为了我们之后 调动做很 能更多顺利的一些准备 谢谢大家